后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乌军的火箭攻击赫尔松 声称造成了500名的俄军伤亡 加上先前乌冬的惨烈情况 可以说是重创了俄罗斯的士气 而文美认为俄罗斯的勤艘跟防空系统 没有正常运作 帅气指着镜头 背后就是海马斯火箭发射 乌克兰国防部最新宣传片 喊话要俄军投诚 果然2023前三天就对俄军发动密集攻势 最新这一起瞄准卢干斯克的弹药库 无人机先侦查确认目标后晚上投弹 弹药库瞬间大爆炸燃起熊熊烈焰 而另外跨年夜俄军大本营遭袭 官方最新死亡数次上修 开战以来最惨重伤亡 俄罗斯举办哀悼活动 韩剑公布死亡或许因为消息在国内 只保不住火 一位最 prominente是一位叫 bé宗兰 mundial 这是一个人提供了一位 欢迎给空胞力 自自乎的允计 自乎就项年末 几周后 早就前晴末 新的一年刚开始 连连失利 俄罗斯周二展开报复 法国TF-1记者连线到一半 后方大爆炸 镜头摇晃断讯 同内主持人和来宾当场吓傻 这里是对内刺客城镇 德鲁日吉夫卡 俄军声称 摧毁至少两套海马斯多管火箭 就算俄罗斯搬出 普京盟友普里格金 亲自解释 俄军为什么攻不下巴赫木特 连俄罗斯自己都承认打不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趁这个机会 和盟友讨军援 最新一波军援包括英国上千枚防空飞弹 斯多维尼亚也送上救护车和军备 而最挺乌克兰的美国 更从去年就派4000美军 进驻罗马尼亚东南部 并在边境举行军演 纽约时报分析 罗马尼亚是离乌克兰 最近的北约成员国 火箭弹7分钟就能射到克里米亚 可以看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惨痛经验后 美国现在的策略就是不直接参战 而是近距离驻军 达到嚇阻俄罗斯的效果 T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 欧亚集团也公布 今年十大政治风险名单 前三名是俄罗斯 习近平以及大规模破坏性武器 详细的原因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 2023年的一开始 当然大家也要知道说 预估一下今年到底会有哪一些风险呢 包含在政治风险的部分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 欧亚集团 他们就预估了 说第一名是来自谁呢 就是俄罗斯 说是因为在轻乌施力 再加上制裁冲击 应对欧美失去手段 还有俄罗斯自己内部 也面临到很大的国内压力 所以在不对称作战上 也伤害了西方 另外在第二名 就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这一次拿下了第三个任期 权力更加的极大化了 那么他们也评论说 在防疫上大陆看起来是失当的 还有打压科技公司 以及不断的重申和俄罗斯的关系 那当然另外第三名说是 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 点名的包含了像是人工智慧 以及假讯息 也是严重的变成政治风险 另外四到十名 则分别是通膨的冲击 还有点名的是伊朗 以及能源市场 像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紧张的状况 再来就是全球发展受阻 以及分裂的美国 还有就是斗音的热潮 以及供水的压力 而电源政治的紧张 也出现在东北亚 日韩都觉得 北韩频频发射飞弹很棘手 而这回北韩的联合空中演习 有240架的战机参与 出动了1600架次 也是创进入 似乎也在威吓频频射弹的北韩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风光走下台阶 最近体态又逐渐发福的他 大阵仗视察飞弹部队 以行动明示 北韩军力不容小觑 2023年一开始 金正恩果然继续受弹挑衅 面对北韩核武威胁日益上升 南韩总统尹席月向朝鲜日报透露 震撼华府商议举行核武演习 没想到报导一出 却遭拜登直接否认 包含白宫发言人也得二度澄清 强调美韩两国只讨论如何应对核武危机 而非准备核演习 因为南韩实际上非永和国技术上无法核演习 只是这次事件还是让人想起去年9月 尹席月私下辱骂美国议员 如今又在应对北韩话题上 显得没默契难免引起讨论 至于外界关注的北韩话题 还有这件事 北韩人民军仅次于金正恩的一号人物 劳动党中央委员副委员长 蒲正天确定遭免职 但继任者反而是2016年 一度传出被处决的李永吉 这也显示独裁者世界 金正恩一人说了算 过去的当红炸子机 随时可能被打入了宫 和北韩一样把美国当头号敌人的 中国大陆最近也动作频频 除了三部时公布战机演习片 日前还对美国军机做出危险举动 去年12月21号 一架解放军战机在南海上空 逼近美国侦察机大约6公尺 美国还气到发声明谴责 不过大陆方面坚持不认错 还说是美国军机刻意抵近侦察 美方蓄意误导舆论 颠倒黑白倒打一耙 妄图混淆国际视听 就在南海紧张之际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带着第一夫人展开任内首次访中行 阿迪达后率先与全国人大委员长 栗战书举行双边会谈 之后也安排会见李克强还有习近平 希望加强中非经贸合作 中非两国预计签署10到14项涵盖农业再生能源基础建设的相关协议 至于南海争端 专家认为两国间恐怕不会有重大突破 不过小马可氏也不愿走回前总统杜特地亲中圆美的路线 相反的他开始拿捏在两大国之间取得平衡 亚太地区成为大国角力战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预计在下周五前往美国与拜登会晤 预计朝鲜半岛台海问题还有南海局势都是讨论焦点 美中二现在都极力发展难以追踪拦截的极音速飞弹 增加自身的军武威哲利 不过实际的运用却大不相同 俄罗斯极音速飞弹有潜射能力能够穿透美国飞弹的防御系统 美军B-52H轰炸机12月9号在南加州外海 成功试射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 最新研发的AGM-183A空射快反武器 这款空射几音速飞弹 借由空中飞行器的初速加成 最高射速达到20马赫 采用全程滑翔技术 最大射程1600公里 美国以新锐武器的问世替2023年霸权战略打开全新局面 那目前从这个科技来看的话 似乎他们正在进行这种更高阶的这种武器竞赛 就是这三个强国中美俄 那当然目前这个阶段是中俄之间的 已经把这些先进的这些武器都已经是部署在他们部队上 随时都可以使用 那美国目前在这个阶段是稍微落后 美国的极音速武器发展与部署 相对中俄来说是落后的 而根据表定 美国陆军多领域特检队的极音速武器连 应该在2023年中期就会服役 但实际的状况还是要看测试进度而定 俄国早在2022年3月 就将匕首极音速飞弹投入实战验证 美国却在同年年底才试射成功 虽然单一武器无法全面扭转战局 但极音速飞弹 俨然已成为战略吓阻的代表性工具之一 也让美中俄三国在这个项目积极进逐 过去美国受限于中程飞弹条约的限制 在攻击型飞弹的发展上 普遍被认为落后于中俄两国 然而美国强大的军工产业量体以及经济实力 再加上他们的军事科技基础 一旦要急起直追 要达到世界第一也完全不是问题 但现在美国遇到的最大难题 就是深陷乌尔战争的泥闹 一方面要发展武器 对抗陆权大国俄罗斯 另一方面又要分散重心 应对海空军强大的中共 整体资源配置无法集中 难以全力发展 特定领域上目 现在美国内部已经慢慢有不同声音 因为这个投入战场 虽然不是美国在打 他只是间接的加入 但是这些都是劳民伤财 美国要投入非常多的资源 武器的资源 还有这个财政的资源 当然中国大陆目前 在这个先进武器上面积极研发 他并没有涉入什么战场 他现在看起来 比较能够全力去准备台海的这种新的情况 俄乌战争可能长期化 那长期化对于美国来讲 可能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可能就会耗尽它的武器的库存 以及就是所谓的预算排挤 它可能就无法完全针对中国的海空军 来发展针对性的武器 毕竟预算可能有限 那就可能让中国反而有一个发展的袭击 所以其实俄乌战争的发展是否长期化 对于整个美中的亚太战略 反而有很大的影响 但显而易见 美国的战略重心已转往全力对抗中共 目前开始加强武装第一岛链国家 包含中华民国 日本以及菲律宾 并且发展长射程武器 加强战略吓阻 可以遇见的是 在2023年 美中包含军事在内的全领域对抗 将会持续升温 整个亚洲美中对抗的趋势来说 因为他们两国毕竟隔得太平洋 所以事实上这两国的武器 射程越远的将来一定会越重要 所以也就是说美中一定会尽力发展 这种长射程的武器 来从就是越远的方向发动攻击 以2023年来说 美中之间我认为在安全议题上面 双方针锋相对的情况 可能会更为的频繁跟剧烈 美国虽然透过了NDAA 还有它的财政法案 试图强化台湾方面的国防实力 但是我想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除了军事的准备之外 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政治上面 有没有能够让我们进一步避战的 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乌尔战争陷入僵局 世界战略焦点将转入台海 台湾位处风暴中心 亦需积极降温 规避风险 TVBS新闻立委华顾上军 台北报道 美国防务的媒体战术报告指出 解放军可能会提前退役 大约200架又名飞豹的 尖鸿7战机 据说要用来援助北韩来抗衡 美方在日韩部署的先进战力 便宜飞豹的尖鸿7战机 是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 一款现役作战机种 也是解放军史上第一款自行设计研制的 多用途战斗轰炸机 低空突防精准打击 正是飞豹这款尖机轰炸机 设计之初瞄准的最主要指标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服役至今 凭借这种出色的低空超低空突防能力 飞豹一直活跃在空中进攻的最前沿 你要有大量的武器 精确自保的武器 你才有办法压住敌对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飞机数量 它们都是一型飞机 大概两三百架三四百架 那这个凑成它整个这样的空军的数量 所以它现在的空军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三代战机 像这个天空旗 天气甚至还有一部分还在服务 即便是现役的主力战机之一 不过根据美国一家防务媒体报道 解放军有意让飞豹提前退役 除了有潜在买家埃及之外 北京当局在军改之后 多款新式战机入列 也是监空期可能退场的因素之一 当早期的这个遏制的苏二期已经退役了 但它的自己这个仿制的这些歼十一A呢 改良之后呢还继续在这个服务 然后这个包括它的这个这个苏三十 那个也回场这个升级 这个修改后呢在服务 然后他们现在自己最新的是这个歼十六 那个也慢慢的数量在增加 因为歼十六它是一种多功能战机嘛 应该是这个理论上是用来这个取代监空期无误 江红7A飞机作为一款多功能复合作战机型 不仅具备对空对地的作战能力 同时还拥有随对电子干扰能力 配合不同武器挂载 能够完成对敌面状目标进行 大规模火力覆盖的轰炸任务 江红7A飞机对空军航空兵的意义 还在于使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跨兵种作战能力 因此它仍然还是我们空军航空兵 可信赖的主力战术攻击机之一 尽管解放军飞官普遍对这型战机 有不错的评价 但是美国防务媒体对监空期 提前退役的说法也言之作作 甚至暗示北京当局 有意将这批战机移交给北韩 作为美中博弈的筹码 这批战机移交给美中华强盖的军航空兵 在政治上面当然更有一些平衡的意涵 就是告诉美国说 你会提供给台湾武器 当然北韩这边是我的保护国 我也同样的也可以提供武器 同样的让你会觉得 陶级班长这边的情势 也会因为我提供武器 而且情势再度升高 美中博弁的力量 Kina的勢力ör of美中协强可以 我们希望中国协强大利社会 继续券的角度 在这是落优入 至继续则 中国被推向leşt明 ils作签他 最重要的方题 就在劳动党第八届 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 金正恩声称要成倍增加核弹之后 现在又通过军方第二号人物 普正天的人事罢免案 北韩的军事动态再度受到关注 尤其部分西方军武专家解读 监洪期也有挂载核弹的能力 使得北京有意提前退役监洪期 用以军援北韩的传闻 增加了几分悬疑感 毁决多变的朝鲜半岛情势 伴随着美中两强的政治博弈 再度让东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 飘出一丝丝不安的烟消味 TV业新闻综合报道 过年前又有寒流要报道吗 气象专家证明点认为 可能再度会发生赴北极震荡 详情继续交给作恒 好 观众朋友是不是有感受到 冷嗖嗖的天气 已经是持续了好一阵子呢 没有错 因为我们来看到这一张直条图 它是这个北极震荡指数 就显示说我们圈起来的这一块 你可以看到几乎在12月份 也就是上一波的负北极震荡 是持续了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 而另外一张图来看到 这个蓝色的部分 显示的是说 北极圈上空的冷空气 正在快速累积增长当中 也就是暗示了说 接下来还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冷的天气 那么在1月5号 也就是周四的时候是小寒 1月20号是大寒 而这一天刚好也是农历年节放假的第一天 就像达人彭启明就指出说 在统计上 这也是最冷气候值 当然也提起观众朋友 也要准备好保暖的衣服 要记得添加一些衣物了 那他也提到说 可能会发生冷空气溃流 再次引发赴北极的震荡 所以预测在过年前一周 还可能会出现大降温的前行 不过2023年元旦开始 美国加州就有极端天后降临 太阳引进大量水汽的大气河流 让当地出现了暴雨沉灾 山区更降下了暴雪 不用路变成湍急的小河流 大树更是连根直接腰斩 这是美国加州民众难忘的跨年夜 没有狂欢派对 只有大雨下不停 回忆这场大雨来得又快又急 家里还有生长老父亲 住在加州沙家缅度 这对夫妻只能无助等待橡皮艇救援 而大雨过后的沙家缅度 车辆泡水道路出现巨大坑洞 泥巴怎么清也清不完 境内满目疮疑 跟着记者镜头看到暴雨引发洪灾 几乎肆虐肆虐肆虐 这全是受到从太平洋引进大量水汽的大气河流影响 让美国西岸不止下雨 中西部大雪更是下不停 湿滑的机场 这架达美航空班机失控滑出跑道 漫天大雪让道路成为一片银白的雪世界 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交通陷入瘫痪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这股大气河流风暴正在一路往东移 大雪从内华达山脉延伸到洛基山脉西部 某些地区积雪已经达到60公分 引发不少灾情 新闻说明尼苏达州和新月日 新闻说明尼苏达州和新闻说 他的疾痪是很厉害的 他现在需要两个疾痪 饰演漫威系列电影的鹰眼杰瑞米雷娜 在内华达自家牧场铲血时 腿部严重受伤 因此试图阻止热铃铃铃铃 鹰眼这回当不了超级英雄 接下来康复之路恐怕非常漫长 然而美国这波冬季风暴 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根据美国气象局指出 西岸加州地区 接下来还有大雨 东岸纽约等地则会下暴雪 另外南部地区 包括路易斯安娜 阿肯色州可能碰上龙卷风 美国各地几乎从西到东 从北到南都有灾情 操场上路灯直接被折断 学校校校车的车门遥遥坠 阿肯色州这一所学校 拍下龙卷风很少瞬间 光是这两天 美国至少就有六个州 大约450万人都得注意 龙卷风警报 美国极端天气冲击 这是40年来气候最异常的冬天 专家分析破纪录的低温 是受到极地气旋影响 不过根据彭博预估 2023年反胜因现象结束时 全球将面临高达一兆美元的气候损失 美国也成为气候变迁下 今年以来第一个受害者 TBS新闻综合报导 超征税收还税于民有钱领固然开心 但是专家呼吁大家要理性思考 超征不是代表政府多收税 或是很会赚钱 白货文来说是政府边预算的时候 低估了预期的税收到枝的结果 而政府的预算也只达到账面上的收支平衡 举债而来的特别预算没有被列入 我们实际国债每人有24.6万元 行政院长苏贞昌率领各部会官员 大阵仗视察 坏干河的水库 期盼酒汉逢干领 而全国民众关注的 是还税于民能否雨露均沾 1800亿准备预留400亿来应付 不时之需 但其1400亿来让全民从小到老 能够共享经济成果 每人6000元 最快2月底3月初全民就能领红包 农历过年前还加码 低收入户每人每月750元 中低收入户每人每月500元 足足可领一整年 苏贞昌强调 拿出超征税收的1000亿 可填补劳健保缺口 还能稳定电价 有助台电经营 不过这种分配方式符合公平正义吗 外界杂音四起 收个短话 两口了 成本是3.8 我们再补贴台积电 发电成本高于优惠电价 还团痛批经济部 拿纳税人的钱补贴用电大户 不仅害台电亏损连连 更让企业没有意愿发绿电 只购买凭证就可以交差了事 眼看总统蔡英文拍板 又要拿超征税收 部分补贴电价 还团对此有话要说 今天为什么会亏损 因为早就预期在能源的进口方面 一定会产生很大的波动 不能把你的施策的责任 要全民来承担 特别是这些中低收入户的朋友们来承担 政府在超征的情况底下 并不代表他有能力发现金 更何况就是债务在不断的增加 既然就是要就是还税 那当初磕的用意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就是自己去否定 自己的就是政府的功能跟角色 这也是蛮矛盾的一点 学者解释所谓税收超征 并非国家违法课税 而是可能因为税制老旧 人为低估或GDP表现超乎预期 导致实际税收与预估数字有落差 学者担心在国内通膨持续 物价敏感之际 政府广发现金 更容易助长物价波动 这个钱发下去 一定是民众的明目所得会增加 但是它的实质所得真的增加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通膨是一个货币的现象 那现在发钱的增加货币供给 那是不是我们台湾这个社会 处在这个通膨的这个压力之下 还会时间拖得比较久一点 普发6千块钱现金 那你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比发多少钱 或要不要发可能还来得更重要 那如果目的是为了要纾困 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 其实很多人 可能不困的人 其实占得还蛮多数的 把钱花在这个地方 其实当然就不是一个 感觉上用在刀口上的这个做法 特别是他不能排富这件事情 国库税收超征 但举债更多 截至去年12月23号为止 中央一年以上债务未长余额5.6兆 未满一年债务未长余额250亿 平均每位国民负债24.6万元 中大经济系教授邱俊荣直言 基于财政纪律 比预算多出来的税收 优先还债和投资建设 才是当务之急 政府的任何税收其实都应该要有一些 这个事前的规划 那但是说我们现在看到 这政府的规划好像有点临时性的 好像这个很多的名利 或者是说立法委员的意见是这样子 所以好像政府就有点被妥协的 必须要采取这样的政策 我们在103年104年的时候 就已经吵过还税于民操征的这些问题 那为什么就是这么多年来 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改善 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然后它会让整个操征的情况 变成一个全国的大误会 说政府多收了老百姓的钱 然后政府国库里面有很多的钱 然后这些钱应该要拿来发给大家 那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 还税于民看似皆大欢喜 但看在学者眼里 却沦为大撒币政策 最后的代价仍得由全民承担 TVB也新闻罗士鹏 代元丽台北报导 考验执政的除了财政平衡之外 还有我国的供电问题 有媒体最新的民调显示 有高达6成5的民众 对于现在的能源政策是没信心的 很担心未来会发生缺电的危机 而假设台湾发生了缺电 有4成8的民众也明确表示 会影响到他2024年总统大选的投票意愿 从2021年无预警的513大停电 到2022年的33全台大停电 从北到南超过500万户受到影响 业界更损失超过百亿元 而这样的不安动荡还在持续扩散 而前两年的停电事件 不仅影响到民生经济 也影响到台湾的选举 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显示 有高达6成5的民众 对于现在政府的能源政策 是没有信心的 担心会有缺电的问题 而如果台湾真的发生缺电的话 也有高达4成8的民众 明确表示会影响其2024的投票意愿 尽管蔡政府再三拍胸脯 保证不缺电 但质疑声浪越卷越大 台湾电董事长刘德英 就多次试警 还公开呼吁政府 必须关心5年后 电够不够用 而这样的担忧其来有次 尤其蔡政府至今 仍拒绝调整现行的能源政策 这两年下来 我们的供电大概都在 就是瓶颈 大概都在黄灯到橘灯 看业界是最清楚的 包括像这两年 你说台商好像回流台湾 可是他们在要规划工厂的时候 他们也都向台电问 他们说台电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供电的保证 所以他们也非常忧心 然后你会看到最近在一年内吧 其实这些台商也陆陆续续的 不把台湾当作最优先的考量 他们可能到东洋亚去 可能到美国去 这是因为他们可以给他们水电的保障 尽管经济部能源局12月召开2050 近零关键战略会议 但从内容及规划 也都被指持续在画大饼 完全没有清楚的说明 专家进一步列出 台湾能源安全潜藏隐忧四大重点 包括了电力碳排系数走扬 已背离了减碳目标 天然气接收站负载率偏高 安全存量远低于国际水准 加上油煤气价同期大涨 国际能源价格仍可能维持高点 最关键的是 太阳光电和风电的实际值 与目标值连五年落后 大潭八号机原来预定 去年的九月盖好 到现在还没有 大潭九号机原来预定 112年要盖好 来填补和二厂二号机 退下来的缺口 但是一定会拖延 今年的年底 还有一些机组要退 那他讲说他要把新达一号机要上来 我看也上不来 我们为什么会说会缺电限电 因为规划他的供期没有办法确实的掌握 摊开台湾再生能源发展两大主力 分别为太阳光电与离岸风电 从最新资料来看光电装置容量达成率为81% 风电装置容量含离岸及陆域的达成率也仅有39% 两项能源想顺利达标明显没希望 不论是未来的用电需求或是电源开发规划 都被点出过于乐观 尤其影响层面不只是缺电 更冲击着全民的荷包 电价是一定会涨 那目前这个经济部呢 他就赖说电价涨就是因为国际燃料涨 没有错 可是这只是一块 核电的话大概一块多钱 一块到一块半 绿电的话现在太阳能是四块多嘛 离岸风电是五六块嘛 所以中间是差好几倍 那你现在要取代的核电呢 是400亿度 你一度电差个四块钱就1500亿了 电价涨可能只有17%是你的电费 台湾主要的电是用在制造业 还有商业 比如说你去保护公司 7-11 他们会涨价 那他们一涨价会反映在物价上面 每家要负担这个两三万块是一定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更可怕一件事情 电一涨万物跟着涨 经济名声一环扣着一环 这颗越滚越大的缺电雪球 也和民众手中的选票紧紧绑在一起 继续新闻中的荣成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而疫情之后 人才也在大迁徙 新加坡成为亚洲唯一人口成长的国家 原因在于他们的政策 希望可以吸引高阶专业的白领 而他们的人才政策 务实精准还提出了高门槛 要挑出经营中的经营 在咖啡店里远距工作回台湾过节的旧 2014年前往新加坡工作 现在名片上挂的头衔是欧系银行副董事 主要是做这个客户服务经理 然后帮这些高净值的客户 做私人理财的规划 还有做投资的建议 33岁的他台大财经系毕业 在新加坡走跳多年 见识到完全不同格局 这几年我看到的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 金融业的人很多 开始从香港回流到新加坡 最近这几年比较多去的 主要都是科技业 30岁以上的 大部分都是做金融业的 30岁以下到左右的 大部分都是科技业的人为主 全球人才涌进新加坡 亚洲役后 人口唯一成长的国家 发挥慈悉效应 出生台湾在加拿大念书 2016年到新加坡工作 34岁的吕宇宽律师 也感受到这股小国魅力 他像一个好的公司来经营 那身为一个在美国 加拿大的读书 然后只是中文可能没有非常好 然后英文 比较习惯讲英文这个人 我其实像我们这样子的人 其实选择不多 我回台湾的话 我的薪水可能是三分之一 然后我可能是工作 是9点到12点 我觉得台湾就是非常累 做得非常辛苦 不止台湾人去 新加坡还吸引越来越多的香港人 近年新加坡是比较国际化 无论是国力 它自己的一些客观的经济的条件 都一路进步 选择新加坡是因为 因为做数码科技为主的 当时就在全球不同地方选 我就想选一个天气比较合适 和英文为主 香港的定位趋向中国大陆的国际金融中心 北京政府的清零政策 让外商寻觅其他更稳定的发展据点 新加坡对于人才的需求 正好是专业白领们理想的下踏处 新加坡是比较需要一些资讯科技 和数码行业的人才 本地的经济发展 已经超越了本地可以训练到出来的人才 所以他们需要很多外来的人才 新加坡每十个人就有三个非居民 人才政策精准细腻 三大特色包括与产业紧密扣连 跨部会动员 区隔公民与非公民权益 这个国家很刻意拉各个不同的国际人才 大概几年前新加坡决定说 他想要成为一个科技公司 在亚洲的总部的这个中心 他从immigration角度 我申请长期去留证 大概十一个月才拿得到 我在科技业的朋友 三四个月就可以拿到 要挑选到最顶尖的人才 新加坡政府拿出绿网 今年上路的顶级专才签证 要找月薪六十八万台币的高级人才 工作签证一批月薪门槛 调到十一万台币 九月要上路的海外人才筛选计分表 还要看学历是否有QS百大排名 新加坡的染财是非常有目标性的 也就是说他们在染财的时候 是由政府结合民间的力量 成立了一个类似 我们刚才所讲的猎材公司 他们会量身定货出来以后呢 就开始去对外去锁定目标 当你的整个产业结构 越来越走到高端的知识 高端的科技的时候 基本上他的染财的条件 门槛也开始往上倒 精英会萃的失诚 成为大老板们谈生意 找寻合作伙伴的地方 高阶人才的这个关系网很强 假设我今天去想要叫一个 专门做特殊板块的律师 基本上你问两到三个朋友 你就可以找到那个律师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他们的距离 如果以台北市的角度来说 他的车程最远只要超过20分钟 你就觉得大家就觉得很远 就觉得很远 所以你就比较容易去找到这些人 其实我自己一直在考虑 我们要回来台湾这件事情 但是目前来看我短期内还没有看到 这个可能性跟机会 各国面临缺工潮 想补足人力缺口 新加坡却成为犀利极强的 新级人才库 政府政策精准目标 薪资条件值得借尽 TVBS新闻正盛为陈友诚 王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而台湾也在抢人才 我们有就业金卡 2018年上路以来 发出了超过6000张 成为了政府震惊 但是其实四成的持卡人 早就已经不在台湾了 打开台湾就业金卡申请的网页 仔细看所需的条件 新加坡人沈宗佑 最近来台湾探亲和观光 他是金融科技新创公司 产品负责人 打算要申请就业金卡 在台湾开公司 我身边是有几个这样子的朋友 几个这样子的案例 那有几位可能就是在高雄 开了制作公司 也有一位在台北 他就开设了教育科技 这一方面的公司 已经营运了四年 那这就业金卡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 很大的帮助 因为他就可以两边 就是兼顾包括新加坡跟台湾 那相对的我也有认识一个朋友 那他就已经拿了就业金卡 已经拿了两年 那可能是因为疫情 或者他个人的理由 他还没过来台湾 台湾为了吸引高阶国际人才 2018年开始核发的就业金卡 结合工作许可居留签证 外侨居留证 和重复入境许可的功能 根据国发会统计 核发数这三年快速攀升 2020年发出1399张 2021年快2000张 2022年截至11月 来到2424张 虽然评估有一部分的人 是因为疫情暂时躲避台湾 现在累计已经发出6351张 不过数字亮眼 可能难以和揽财政策 成功划上等号 就业金卡办公室 在2022年7月到9月间做调查 回复问卷的1081名持卡者中 有58.9%在台湾 有四成不在台湾 当中16.7%的人 明确表示已经不住在台湾 就业金卡里面 它有一个最大的 四合一的最大好处 就是它可以重复出入境 就是免拘束于三个月 或六个月 或者你是拿观光签证 或工作的短期签证 那所以反而让这个外商公司的这个外籍高管人员 他们取得一个非常相当的方便性 所以这些外商外籍人员在台湾 他本来就在这边工作 所以刚刚讲说我们利益良善是想吸引更多的人才来 反而是这个就业金卡 反而是成了他们的一个方便卡 根据就业金卡办公室2022年的调查 只有30.4%的受访者是在台湾本地受雇 却有34.8%的人 其实是受雇海外公司在台湾远距工作 新加坡人沈宗佑看就业金卡 他认为台湾应该要更细致盘点 我们需要抢什么人才 他可能就要先做一个分析嘛 就是现在台湾产业缺少了什么样的人才 然后去推算说未来 他要朝哪一方面去发展 把台湾可能不同的领域带起来 然后才去做一个就业金卡的那个规划 包括说每年分配 或者每年批准多少人 他就不是充那个量 评估未来产业发展 衡量本身竞争优势 做全盘思考 就业金卡应该是个辅助角色 要在就业机会 薪资水准等等这样的主角上下功夫 像是就业金卡要求的月薪 要达到16万的门槛来说 其实对国外高阶人才并不高 以新加坡来说 中阶主管就有月薪 12到20万台币的水准 真正能够吸引到外国的专业人才来台湾 其实两个主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媲美国际级的薪资 第二个是能够让发挥的舞台 但是我们台湾的竞争优势 是建立在一直在低成本 那低成本的来源 来自于我们低成本的劳动力 这是我们一直的竞争优势 那企业营运在分配的时候 大多数也是给股东 不是劳工 那一方面所以现在的企业都活得好好的 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动力 要去做转型或做突破 因为股东这里都过得还蛮不错的 那反而另外一个奇迹是 怎么样营造出特定的新创的环境 那新创的环境 而且能够做国际市场的 台湾是全球少子化国家的后段班前景迷 想要广纳全球顶尖人才为己所用 就不能只是在就业金卡的核发数量上打转 需要更实际的规划 TVBS新闻 刘立成 张正安 王一姐也看到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葡萄鸦足球巨型C罗以天价年薪1.75亿的英镑 约合台币66亿 加盟了沙烏地阿拉伯豪门爱纳斯俱乐部 他穿着黄色战袍现身 受到球迷热烈的欢迎 《路透社》报道 因应北韩平平射弹升高和威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传出下个礼拜要到华府访问 并且极有机会 在下周五就会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香港知名的音乐家顾佳辉 据港媒报道 在加拿大慈市 想起受92岁 他过去创作了上海滩 狮子山下 狭气 柔情的经典旋律 勾起不少人对八零年代港剧《上海滩》的记忆 这首《上海滩》的作曲人顾佳辉 逝世于加拿大享其寿92岁 80代港剧《黄金时代》顾佳辉几乎包办了所有主题曲 尤其《上海滩》当年只有两周时间创作 他一度没有灵感 就两天与已故的四大才子黄瞻合作 一个晚上就完成歌曲 这首《狮子山下》被视为代表香港精神 也是顾佳辉与黄瞻共同创作 他一生谱写无数歌曲 开启粤语歌潮流 也被誉为华语乐坛的教父 如今顾佳辉与黄瞻在天堂相聚 协制香港乐坛的辉煌组合 留下辉煌乐章 令后人永远怀念 转千万 转千他 亦未平复始终争斗 TV新闻 叫汉文 陈永文 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